下一個就是我說我會教但是大考試連考程度考試沒有考過叫做 洪水 洪水就是淹大水 淹大水 淹大水 洪水有兩種 一種叫內水一種叫外水 內水是都市排水不良 雨下來出不去淹起來這樣叫做內水 外水是河川的河水暴漲淹過來這樣叫做外水 我教的都是外水 就是那個雨下太大河川暴漲無法宣洩然後淹過來叫做外水 好 外水就是雨下太大 下大雨 好來我們前面教過了 我們的雨量主要在什麼時候幾月到幾月到幾月 五六然後呢七八九五月跟五月到九月 什麼雨跟什麼雨 梅雨跟颱風 所以我們會淹大水的主要原因就是下大雨 我們的大雨的主要來源就是梅雨跟颱風 月份呢就是在五六七八九月前面交過了五六月的是梅雨 七八九的是颱風 七八九的是颱風 所以帶來好大雨造成山洪爆發造成淹大水 造成淹大水 OK 紅水的災害有幾種 一個是淹沒把它淹住 把它淹沒了 把它淹在裡面 把它淹在裡面 泡在水裡面去了 沖石就是水流過來把東西沖走 叫做沖石 有淹沒還有沖石 還有一些帶來一些泥沙淤積 當我會看到 當我會看到 泥沙淤積 泥沙淤積 就是洪水會帶來的一些災害 而且我們人又特別會住在那個容易淹水的地方 我們會住在所謂的泛濫平原 為什麼 因為泛濫平原比較肥沃 比較能夠種東西 那什麼叫泛濫平原 水淹過來 沖激叫泛濫平原 所以你本來就很容易住在那個容易淹大水的地方 容易會淹大水的地方 那當然人住在那裡 在淹水就造成比較多的災害 比較多的災害 然後呢就會 水災呢就會淹沒房屋啦 沖毀建物啦 但我會看到一些東西 造成生命財產的種種損失 ok 然後呢會有泥沙淤積 但我會看到 好來 這是細紙淹大水的照片 古時候 這個是萊爾夫嗎 一層樓多快要到一樓 這個還好一點 下一張比較有趣 人人都可以灌來 過去就直接放就好 大家都可以灌來 然後呢水淹得很高嘛 就可以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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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等水退掉 泥沙淤積 有那個藍藍的車子沒有東西 可能剛停 其他都是有髒東西有沒有 泥沙淤積 這些車都叫泡水車 萬一你長大了 你有車子了 萬一你的車子不幸又泡水了 不要動它 請拖掉車把它調到修車場 不要去發動它 你引擎一發動 它可能就燒壞了 快就燒壞了 OK 你只要拿到修車場 花一筆大錢 就可以把它修好 很大的錢 很大的錢 那個要修起來非常花錢 非常花錢 泡水車 汐止做大水 好 那我們怎麼辦 好 做一些調查 看看什麼地方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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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正常該說的話 但是我講過了 台灣人就很怪 行水區就不該放東西啊 你就看它空在那邊好可惜啊 去開菜園啊 去放個籃球場啊 放個貨櫃屋啊 這都是不對的 不對的 然後呢 就要叫你去做一調查 但是有時候也很麻煩 就是你就是知道說這裡不好 可是你還是非住在這裡不可 我們那個社子 社子 在比我出生還要更 差不多在我出生前後 在我比我出生還要再早一點點 台北市做過一次捷彎曲 社子被設置為製洪區 什麼叫製洪區 就是洪水來的時候 把水流在那邊 那叫製洪區 所以社子就是會淹水 可是你搞到現在 社子的人越來越 越來越多 就每天跟你乾 我們淹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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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把一大堆抽水機去抽 要去抽啊 只是你本來就會淹水 那你當初的設計就是製洪區啊 就讓他淹的啊 就讓他淹的啊 沒辦法 都在那裡的 你就只好做一些別的方式 我剛才聽過一個非常神像的 想把他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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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講是這樣講啦 該這樣做的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困難 然後呢 做一些防洪措施啊 蘇菌啊 什麼之類的 這裡有一個防洪措施叫做 圓山紫分紅 這東西當初要做的時候啊 有一些爭議 有人認為做了之後沒什麼用 那有人說有用 現在做好了 目前為止看 有點用 自從他蓋好之後 細紙就不太淹水了 他在水往下流 他在上游放了一個圓山紫分紅道 如果雨量太大 他就把分紅道打開 分紅道打開 讓水直接流出去 通到台灣海峽 上面的水都流掉了 下面就沒有 就不會再淹水 這樣就不會淹水 圓山紫分紅道 目前為止看 有用 自從他蓋完之後 有幾次大雨來打開之後 底下就沒有什麼淹水 所以細紙的房價又漲起來 以前細紙的房價一直慘疊 因為只要下大雨 他就淹大水 後來就起來了 因為現在就不太淹水 現在不太會淹水 圓山紫分紅道 做好一些防洪措施 把他弄掉 把他弄掉 OK 好 告訴你 淘汰以來的時候 移到高跟講過嘛 踢到高下橋上去啊 然後滴挖滴撤離啊 保護你的生命安全啊 你們受到一些傷害啊 你們受到一些傷害啊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會看到好幾遍 保護森林 做好水土保持 還有做好排水系統 是防止水災的根本之大 防止水災根本之大 你會看到好幾遍 保護森林 保護森林 就是洪水 以上就是洪水的部分 也很簡單 看看就好了 我講過了 大考試沒有考過 連考全座考試沒考過 但是我們還是有教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